这三个到底该怎么选 感觉有一点软 比如说我现在 哎 酷酷说你太行了 酷酷说也不行 OK 那这个次买的是咱们的蓝色64GB的 下面咱们就进入咱们的正规的操作流程 专业的手法 把这个膜啊咔嚓这么一撕 就可以开箱了 哎 大家观看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科技视频频道 我们照常的 哎 往下这么一 这个这个太大了 打开之后又是一个纸膜 然后我们再用咱们专业的手法 咔嚓这么一撕 这个蓝色看起来非常的淡雅 整体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主要是依靠咱们苹果非常精彩的做工 这个各个颜色都有各自的特点 机身的上面同样是支持咱们TASHA ID的电源键 机身侧面 这个音量调节的按钮 背面 这一个1200万像素的一个摄像头 啊 然后这边还带了这个闪光灯 还是麦克风 啊 这是麦克风 闪光灯竟然没有 而咱们的iPad mini 大家看 iPad mini 为什么有这个闪光灯 iPad Air 它只有一个麦克风 一个摄像头 没有咱们的闪光灯 虽然这个闪光灯用处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在紧急时刻还是有用的 但是苹果为什么把它给删掉了 正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同样是1200万像素的 超广角镜头 它支持咱们的Center Stage 哎 这个我们稍后再来演示一下 然后底面 是WUSPSY的不支持雷电的 然后这边是假的 这个扬声器的孔 真正的扬声器应该是在这边 我们使用这个偷视图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这是咱们的扬声器 这边什么玩意没有 这边也是什么玩意没有 所以扬声器是这边左右各一个 可以产生这种非常带劲的 立体声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 阿帕德菠萝 阿帕德菠萝 就是更加的Pro一点 是上面左右各有一个扬声器 下面也是左右各有一个扬声器 一共是一二三四四个 然后咱们的iPad咪咪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上下各有一个扬声器 它这个位置还是稍微不是特别对称 一个在这一个在这 OK 那这个就是咱们的iPad 我的一个整体的外观效果 下面我们马上来废话不多说 马上来开个GY 咔嚓这么一按稍微等一会儿 没有MacBook那个当的声音 开机的时候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配件 不是配件 各种乱七八糟的说明书 咱们的贴纸呢 哎呦 不是蓝色的贴纸 稍微有一点强 但是它送了两个大苹果 然后同样是两头是WOOC的数据线 然后20瓦的WOOC接口的 非常带劲的充电器 OK进入咱们的设置 等下总容量是64GB 可用容量是50.45GB 咱们买回64GB之后 回来 它系统文件就占用了将近13. 准确来讲是 我现在也算出来了 13.55GB 我这个量子力学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不过咱们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使用咱们的iPad Air 我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 那下面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总结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 参考一下 到底应该买iPad Mi Mi 6 还是咱们的最新的 Emic 芯片的iPad Air 5 还是咱们的iPad Pro 那下面首先第一个 就是这次iPad Air 5 出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传闻说是它背面的壳子 用的材质变得薄了 苹果又是偷工减料 我具体这样摸下来之后 我发现咱们确实感觉有一点软 然后这么掰的话 有一点这么哒哒的声音 大家能听着吗 但是同样的咱们这样掰的话 iPad Mi Mi 6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然后咱们的iPad Pro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凹进去的幅度 咱们的iPad Air 5 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个人感觉 平常咱们使用iPad 肯定是带上这种宝壳壳子 所以带上去之后 这个差距 这种影响我感觉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感觉这一点还是可以忍的 但是对于咱们iPad变弯的问题 非常敏感的朋友 这一点我感觉还是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它有这种哒哒的声 感觉确实是材质薄了一点 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咱也没有透视眼 如果有透视眼就好了 平常咱们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确实有这种哒哒声 但是我感觉影响不是特别大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边框 这个边框咔嚓咱们这么一开机 要不是它是非赛地 一开机之后 这个边框 他们三个里面 咱们的iPad Air 5是最大的 这么拉过来的话 明显咱们这边是更加的厚一点 下面咱们为了更加的精确 就使用咱们人类科技 最经典的三大设计 无法被替代的三大设计之一 尺子 这种专业的工具也来量一下 另外两个是勺子和筷子 咱们iPad Pro 12.9英寸的 它的边框将近0.8个厘米 而咱们的iPad Air 5 厚了0.1个厘米 肉眼看上去要宽很多 是0.9 然后咱们的iPad咪咪 同样是0.8个厘米 所以这三个里面 咱们的咪咪尺寸这么小 但是边框依然可以做的这么薄 但是为什么iPad Air 5 它做的边框这么大 这是一个未解之谜 边框虽然肉眼可见的 这样的更加的厚一点 更加的宽一点 但是咱们如果日常生活中 不去这样进行详细的对比的话 这整个边框看上去 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再来说一下 这次的手感 咱们的iPad Air 5 这个手感 无论是看剧 还是看在线小电影 还是玩咱们的游戏 整个尺寸非常的完美 可以说是各个尺寸里面 最平衡的一个 而咱们的iPad咪咪 主要是单手握持 这样玩游戏的时候 更像一个掌机的感觉 而咱们的iPad Pro 这个12.9英寸 就不推荐大家 这样端着使用了 真的是比较沉 所以咱们的iPad Air 5 非常好的 服务它的定位 就是70%的内容消费 勘据这种 然后30%的生产力工作 连上咱们的 加个非常Magic Magic Keyboard 或者是这种蓝牙键盘 输入的话 也是要比咱们的iPad咪咪 整体输入体验要好很多 之前连过咱们逻辑的 非常小的键盘 使用过 真的是完全用不了 真的是用不了 我跟它下面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次的屏幕 屏幕的话 这三个屏幕 它12.9英寸 所以它有mimi LED 所以整个在夜间显示 效果非常的出色 尤其是咱们在晚上 完全黑的小黑屋 看在线小电影的时候 黑 Bluetooth的 它黑色真的是非常黑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黑的如此黑的这种地方 就是在咱们各个观看角度 咱们的mimi LED 确实优势非常巨大 虽然有炫光的问题 但是确实 黑色非常的纯净 非常的干净 但是如果咱们把屋子里面的亮度 稍微调高一点 这个差距会直线的下降 它们仨的差距是越来越小 然后到了白天 就是像咱们这种 非常敞亮的大白天的时候 这三个看在线小电影 效果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完全的一毛一样 另外它俩的参数 基本上是一毛一样 支持什么 初刀原产显示 支持P3广色域 不是3 品质支持P3广色域 整个颜色会看起来更加的真实一点 然后它俩的亮度最高是500尼特 iPad Pro 11英寸和12.9英寸最高亮度 可以达到600尼特 但是咱们这个大家看 现在是最高的亮度 但是实际肉眼看起来 基本上也是毫无差距 这个亮度依然是非常的够用的 亮度上唯一的不同点 就是咱们mini LED的12.9英寸 iPad Pro 它支持XDR最高支持1000尼特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600尼特 虽然亮度这么高 但是平常咱们在看在线小电影的时候 能够达到这种亮度的 HDR视频本身素材就非常的少 所以这个用处感觉也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只是对这种要求非常高的朋友 这一点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总体上来讲 这三块屏幕都是非常的出色 另外Pro系列唯一的优势 就是支持120Hz的屏幕 120Hz屏幕 咱们在对比的时候 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但是只有在咱们移动界面 或者是浏览网页看这种文本的时候 滑动屏幕的时候 这个差距非常明显 但是咱们把这个内容看进去之后 看这个在线小电影的时候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的差距 而且在咱们到今天为止 我今天查了一下 全球人类已经达到了79亿 在这个79亿人类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 它是看不出来120Hz屏幕的 就比如说 爱我爱到死去活来的我们家那位 我们家那位 事实 itu 宁悉 我 妈妈答应我很喜欢 妈妈妈 issue 什么 ета 怎么了 如果 他 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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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平常我有什么事的时候 我只会给他一跪 他都马上就会答应 对我非常的好 然后让我多运动 平常我在家时间比较多 所以他为了让我多运动 就把这种刷碗的工作都 都留给了我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 说说说我这种感动喜悦的泪水 感觉又要流出来 他就是看不出来一把车子屏幕 他的这种优势 给他换了13 Pro 他竟然说 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真有这种人 这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种人 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 他平常使用手机的时候 把13 Pro会主动打开低电量模式 这样的话 系统就会自动的把 120Hz的刷新率给他屏蔽掉 他竟然在这种状态下 一直在使用13 Pro 所以如果观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中 有跟我们家那位有这样同样的症状的朋友 选择Air或者是 MIMI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有这120Hz屏幕 你也看不出来 我看他下面在我使用过程中 我发现iPad Air它竟然没有 iPad MIMI 6的果冻屏幕的问题 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 它俩都是60Hz的屏幕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的iPad MIMI 6 尤其是竖屏使用的情况下 果冻屏幕可以说是相当的明显 但是咱们的iPad Air 无论是咱们竖着使用还是横着使用 果冻屏幕的问题 依然是基本上完全看不到 所以想要在iPad MIMI 6和iPad Air 5 它俩中间选择一个的朋友 一定要去店里面实际体验一下 咱们的iPad MIMI 6非常著名的果冻屏幕 另外这三块屏幕 都是支持咱们的Apple Pencil的 虽然咱们的Pro系列是支持120Hz屏幕 但是当我们实际使用Apple Pencil的时候 这三台的整体的书写的效果 基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体感上的差距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下一个就是咱们的iPad Air 5 这次终于跟咱们Pro系列 达到了同样的处理器是M1芯片 内存也是8GB 而咱们的iPad MIMI 6是4GB 差了两倍 所以我们在打开多个软件的时候 iPad Air 5可以维持更多的软件 在后台运行 而当我们导出视频 进行极限性能测试的时候 M1芯片的iPad Pro和iPad Air 5 导出一个15分钟的视频 一共花了17分33秒 而A15芯片的iPad MIMI 6 它是慢了1分55秒 花了19分28秒的时间 虽然它俩在性能上 参数上要比咱们的iPad MIMI 6要快很多 但是在我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这种差距 不是说特别的大 现在咱们的Apad最大的问题 不是它的硬件 不是它的性能 是它的软件 对我个人来讲非常期待 咱们6月6号的WWDC 微微的插2022 希望到那时候现在传言的iPadOS 16 就是M1芯片专属的Pro模式 希望到时候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发布出来 这样的话对于咱们iPad的使用效率 还有它的使用方法上可以有进一步的提升 这是L5的扬声器也是有了进一步的让咱们惊喜的提升 所以这三台的扬声器的效果跟它们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效果 虽然我平常基本会带着耳机来听 但是喜欢用扬声器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L5的这次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 然后这次摄像头 这次L5也是布咱们iPad MIMI 6的后尘支持了Center Stage 他们仨的参数也可以说是一毛一样 都是1200万像素的 所以我们在打开Facetim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非常殆劲的Center Stage这样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现在它都能持续的追踪我这张说要掉渣子脸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这个Center Stage基本上我是一次都没用过 因为我们在视频通话的时候 很少都是这样像我这样瞎那么乱动 基本上咱们使用场景就是把它给支扔起来 而如果想要达到苹果的Center Stage 那个宣传的效果的话 我们背后一定要在我后脑勺这边突然再冒出来一个人 但是在我活了30多年 这个人生经验来讲 这种情况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这一点非常的遗憾 所以Center Stage我跟人来讲 基本上利用率为0 最后很多朋友肯定就想问了你逼着半天 这三个到底应该怎么选 咪咪和Air还有Pro 这三个到底该怎么选 下面就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对于各个性能都有非常完美的追求 然后基本上90%的情况 都是搭配咱们的价格非常棒 这个Magic Keyboard 把它给支扔起来来使用的话 大家选择12.9英寸就可以 这时候肯定就又有朋友说了 你那么有电脑你不用 你拿个iPad在那卡卡敲键板 干什么玩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选择iPad Air 5 或者是11英寸的iPad Pro 这两个尺寸就是专门给有这种想法的朋友 准备的 它俩尺寸可以说是咱们支扔起架 搭配咱们Magic Keyboard使用的时候 这个也是虽然我现在是12.9英寸的 这个输入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像咪咪那么小 说实话咱们尤其是11英寸的iPad Pro 我感觉它一些没用的这种功能 实在是太多了 像背后的Lighter Sensor 还有两个摄像头 这些都是基本上用处非常的少 我是真的想用 但是咱们这个世界不给我这个机会 像什么摄像头 我直接掏出来我的iPhone 掏出速度更快 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需求 所以这几个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鸡肋 反而退高了咱们11英寸iPad Pro的价格 苹果你倒不是把11英寸的iPad Pro 那些没用的功能全给它拆下来 阉割下来 这样的话 降低价格 让iPad Pro10英寸卖得更好 销量更好 这不更好吗 苹果内部肯定也有 跟我有相同想法的苹果员工 他跟咱们的库克一说之后 库克这当面就给他批评了一顿 说小伙你还不行 你把咱们iPad Pro11英寸 这些乱七八糟 没用的功能 都给阉割下来之后 你怎么跟咱们的iPad Air 5 保持价格上的差距 拉开差距 怎么让咱们的用户选来选去 最终选择了 可以让咱们赚的更多的iPad Pro11英寸 这员工一听这家伙 可以说这瞬间的豁然开朗 说老板库克说你太醒了 库克说也不行 所以总结下来 只要你对120Hz屏幕 没有特别大需求 选择咱们价格更加便宜的 64G版本 一定要选择64G版本 你要是想把256GB的话 这个价格就没有特别大的心理了 这时候只要你需要更大容量 直接选择iPad Pro11英寸 现在我的iPad Air 5 我这是完全从我的iPad Pro 复制过来的 可用容量达到了11.68GB 而咱们的iPad mini 6 可用容量171.74GB 170多GB 花了这么多钱买的 全都是一直处于这种空置的状态 完全就是一个浪费 所以64GB完全够用的朋友 强烈推荐这次的iPad Air第五代 而如果对于文本输入 这种操作没有任何的需求 平常就是把咱们iPad 这种轻便的iPad mini 给它拿在手上 想要这种单手使用 随时随地这样看两眼的这种朋友 选择iPad mini 6也是完全的够用的 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一定要去店里面 体验一下果冻屏幕 我跟大家之前 就是我对iPad Air 5的整体的使用感受 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要马上编辑视频之后 再上车上去跟大家再见一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吧 好了 All you know